我想說這裏出的牌實在是太明顯的香港能量 我想問一下你們之間會不會是一個人是白羊座 一個人是射手座又叫任馬座的 其實塔羅牌是跟很多其他西洋神秘害是識色相關的 當然其中一個很識色相關的 就是大家是很相關的 就是先升學 然後因為我現在就看到 其實完全就是白羊和射手香港人又叫任馬座的能量 然後如果看我位置 就分別是對比他和你 但我想說 當我們就算是在太陽星座或是在太陽牌 如果說到星座的時候是什麼意思呢 就記住了 不一定是說太陽星座 其實我是說你們的星盤 但如果你們不懂得看星盤的話 儘管我會問自己 其實你們會不會是太陽星座 就是我們普通說的星座 分別是白羊和射手 但無論如何 如果不說星座 一定是這種性格 因為一些牌全部都是說這些 特質是非常出的 就是什麼呢 白羊和射手的正格 還有我稍後會給你一個罐頭錄 這樣就會聽得更多 就是關於我們 如果我們有時候去Mention星座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有時候有些地方是比較pushy的 有些霸道 有些自我中心 然後射手就是一個好典型 大家都可能會經常聽過 你要追尋自由 好愛 有些獨立空間 有些知人空間 所以一開始玩 當然大家都開心 但當那個關系越來越刺熱 刺烈 越來越興奮的時候 有時候射手都會去找回自己的空間 你也可能會覺得 我想要回自己的空間 謝謝你這麼快給我錄音 其實我聽到一段錄音之後是嚇到的 因為他是一個太陽星座 白羊座的人 而他的特質是 他是很癡身 他是很需要一些很火熱 很熱刺的愛的表現 但是我的月亮星座是人馬 連我是很習慣自己一個人 所以有時當他太火熱的時候 我就會有些不知怎麽算 和退縮 而他會因為這件事 而會去質疑我 是否不夠愛他 或者我因為感染滿 做不到他的一些被愛的需要 這件事我會嘗試去理解 但我又會因為感染 而覺得很辛苦 攜為已久 一年十一輯的 塔尖暖藍星座運勢號外版 終於來到尾聲了 而這個一年十一輯的塔尖暖藍星運 是專門講2022年的April和May 好 為何我要講April和May 而不講4月5月呢 其實看一看是有解釋的 看我們整個series的 Part1 of 11 裡面有解釋一些星運的原理 還有為何我要經常講April和May 而不講4月5月 還有記住 Part1 of 11 是全世界的人類 不論男女老友 不論在香港與否 不論你是姓什麼 不論你是何星座 都要看的 因為裡面講的能量是全人類的 不過至於來到這一段片 這一部分 Part1 原來只適合給五類人聽 究竟是哪五類呢 不過在我講述下面的五類人之前 我在這個講述期間會提及一些術語 什麼上星星座 什麼birth chart 什麼太陽星座 好 究竟什麼是上星星座 你怎樣去找自己的上星星座 你怎樣去找自己的個人命盤 birth chart 或者甚至可能你連自己的太陽星座都不知道 那怎樣算好 不要緊 我曾經是有片 教過大家去找這一堆的資料 而那一條片的link 我是放在一連十一輯號外版的Part1那裡 所以都是麻煩大家去看Part1 然後找回那條link 好啦 好啦 言歸正傳 那究竟現在這一part 這一條片 是適用於哪五類人呢 第一類 如果閣下的上星星座 是在獅子座的10度至29度 聽著是10度至29度 第二類 如果閣下找我做過Personalized的算命服務 我跟你說 除了你的理論上那些太陽 上星星座 記得要聽到處女座 第三類 如果閣下的上星星座是處女座 第四類 如果閣下的星盤 birth chart 裡面 有大量的行星圍繞在處女座10度 或者左右 第五類 如果閣下的太陽星座 是處女座 好啦 儘管叫你們做處女朋友 啊 不要啊 這個字太敏感了 都是叫你們處女座朋友 但是啊 要是 索性叫你們統稱處朋友 好 那處朋友 來到April和May 小心點什麼 不過呢 首先我要看回大家 麻煩看回我早 這個兩個禮拜裡面 出過 有個特輯的 塔尖暖南星盤分析 3至7月急控歲枝 它有上中下的 但是它們上中下隔了很遠的時間 上是再早很多 而那個上下的只叫3月急控歲枝 但是 去到中下呢 就是3至7月急控歲枝 那時候我已經說過 處女來近 好 好壓屎 真的 走著超級差的狗屎運 所以真的要小心 特別是 處女頭頭那些 無論上升還是太陽 對了 你詳情去聽 但是我很記得 如果是處女上升的話 對了 處女上升你就越小度數越要害怕 0到1度 總之越小度數越差 所以尤其是0到1到2度那些要小心 那如果對方是太陽處女座的 那就是 首先生日的那些處女 什麼 8月22、23、24的朋友 都要小心 OK 對了 那 自己好似為止 一定要聽回我之前那個 急控歲枝 好了 還有那些處女的處女是一路 你們是一路遮瑕到去 起碼西曆的7月10號 OK 所以真的好糟 但是 那裡的差 有那裡的差法 那我現在說 這裏的升象 這裏的吉凶就是環這裏的升象 有時候我們人生很多時候會很慰撐 這些可能是來自不同方面的能量 我打一個比喻 有一個人生了一個兒子 誰知道他很快就無緣無故破產 他可能會覺得這個兒子真的腳頭不好 但其實不是兒子去造成的 其實這兩方面是兩邊分別的能量 第一他會有一個起獲輪儀的起慶聲 第二他會有一個破敗的破敗聲 這兩樣東西同時對他有影響 所以為什麼他剛好他的命很慰撐 但是他會愚蠢地把兩樣東西混合 以為兒子的腳頭不好 但其實原來應該要跳出框框 看回他在外面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星同時影響著他 所以無論如何儲女朋友 尤其是你們小度數 上升或者太陽小度數 越小度數越差 一路差到July 10號 那個差是基於我在什麼吉空水之港的星象去影響 好像是關於火星事 但我現在這次錄音這條片專門講的星象就是 就是April去發生的白羊座新月 以及什麼水星疫痕 以及木星移位 離開雙魚座進去白羊座 所以如果我現在這裏講有些吉象的話 你不需要覺得矛盾的 因為不同的星象會帶到不同的東西給你 那你最後儘管看看哪一邊的Chemistry會比較強 不過說真的 其實看回我這次這裏講的東西 都不是說很多的吉象 你聽完你就知道 好 我先給一個關於April你們要知道的訊息 就是你們的健康 小心一些和日夜顛倒有關的問題 即日夜的作息 睡無定時或者你去世的地方適應不到時差 但是同時它可以引伸 就是一些和陰陽痴紅有關的問題 因為日夜 其實日是masculine 夜是feminine 在這個星盤 我們同時也可以引伸你身體裡面一些陰陽失痕 例如荷爾蒙的問題 在April是非常需要小心的 還有小心自己有時會 要不就太過靜 但要不就太過好動 如果身體不太懂得去平衡這種東西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你身體的激素 或者一些平衡 我當為你平時睡到冷冷閒 不能動 但是忽然之間你無端端每一天是超級去浮沉 那你的身體可能會頂不住的 這些動靜的東西 其實想想都是和陰陽日夜有關的 因為我們通常日出而作日入而食 當你大起大落去打亂這些節奏 那你的身體就會出事 OK 同時 注意一下吸收得不夠陽光 維他命一些 但是同時 又會不會 不斷你經常見得太多光 而去影響睡眠 因為大家有沒有聽過 身體有一個睡眠的激素 叫做 褪黑激素 等一下讀個吞字 糟糕 總之就是說 是要我們沒有光之下 我們就會分泌這種激素 叫做 Melatonin 讓我們比較容易入睡 它是一個很天然的安眠藥 其實我家裡也有備有一點 有些大件事 我迫自己睡得很好的時候 我真的會吃半粒 真的會睡得像一隻豬 無論如何 我不是在推銷 但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好 再引申 小心April 都會容易牽涉到一些 性別 而起的男女之間的鬥爭 好了 其實自從 愚人節 1st of April 開始 你們都會容易 是賺多了一些額外的錢 尤其是如果你是 自己去做生意的 OK 那你會去突然之間多了少少生意 又或者就算你是打工的話 可能會多了一些優惠 或者多了OT 或者老闆 私人省你幾個水 或者有一些優惠 或豁免 一些津貼 這樣的動勢 OK 如果你是代業中的話 其實最早在1st of April 都可能開始會有少少的消息 希望它在你的財政上 是可以得到舒緩 OK 但其實你一直可以去留意 因為其實這個能量 只會越來越強 而去到什麼時候是一個高峰呢 就是Mid April 在這個復活節的weekend 都希望可以有一些好的消息 而令到你們的財政困難 是可以得到舒緩的 而通通的這些事情 你呢 不要自己一個人去死殘 你最好是透過一些中間人去幫你 即是我當如果你去找工作的話 你去找個agent 即是找個headhunter去幫你 OK 就不要說我自己 我上網自己去 不過有時上網那些都是headhunter的 Anyways 你不要說在報紙那裡看到招聘廣告 然後你就自己萬中中去找這個公司 你最好真的中間有一個人去經一經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或者你透過朋友去介紹 那這個朋友是熟人 那就是中間人 或者我當你想去賣一些產品的話 你不要自己下手下腳去銷 或者你找一個 即是可能請一個sales回來 便宜一點 但是他幫你做到的事情 其實是會遠超過你做到的事情 又或者這樣說 就算我當你的能力都很高 但是 你心裡你應該把這些energy去save給自己 OK 總之你一定要借助外源 那就可以更加容易達成我剛剛上面說的 好彩的事了 OK 還有 我就告訴你 因為你的外源 由May 10日開始 會一直下滑 下滑到什麼時候呢 下滑到秋天 秋天尾 OK 所以我都說多次了 我上一次那個3-7月吉凶衰枝 我是說一些 是因應一些其他的星象 是一些火星的星象 就說處女朋友差 尤其是如果你的太陽或者上星月細度數 例如如果是太陽星座 那就是8月22、23、24 出生的有些尤其衰 OK 但是我今次說 你們接下來 會開始沒有一些外來的助力 這個星象是基於什麼呢 基於Tangular 原來由May 10日開始 木星會移位 從雙魚座 去到八陽座 OK 那麼 木星本身在雙魚座 對你們 處女朋友來說 處女朋友來說 就是一個很好的外緣 但是你們之後就會獨力難知 你們就要吃自己 OK 何況同時 同一日裡面 竟然是同一日這麼巧 怎麼可以這麼巧 May 10日 水星逆行 而水星就是你們 處女朋友的守護星 那麼你們的守護星 你們的守護星打到退 OK 就是你們會雪上加上 由May 10日開始 麻煩你們有情心來準備 你們會雪上加上 你們會沒有了外緣 所以為什麼 在May 10日之前 如果你想做到我 即是之前說過你們 可能賺多了錢 有些什麼的機會 會得到財政的舒緩 你趁這個最後階段 去最後衝刺 去找一些外緣幫你 因為一踏入May 10日 你們的外緣 通通會走了 一直 然後這個星象 會一直令你們差到秋天 但是 一開始 那個感覺會最差的 Let's say 去到June 10日 你們會馬上覺得 哇 這個世界崩潰 為什麼沒有人幫你們 所以 如果你們想去Join Forces 英文 Join Forces 總之你會找一些人 跟你去合作 去合夥 或者去結婚 那些事 通通不該趁May 10日之前去做 好了 May 10日開始 一開始一直衰到秋天 有什麼解救的辦法 我可以告訴你 在尖精上面 是有兩套辦法 一個辦法 是幫你去認了這個劫 你就是吃了這個劫 但是 用一個很正確的行為去認了它 好像捐血洗牙 當破血光之災 那些朋友 OK 而另一個方法 真的可以去幫你去化了這個劫 OK 但是我在這裡 就不透露著 除非這個影片的反應好 那Let's say 有多少呢 Let's say 有100個留言 在YouTube 這裡 這個YouTube section 這裡有100個留言 你們可以重複留言 我不在乎 我總之只是看數字 那我就會分享這兩套辦法 OK 講多一次 一個是應劫 一個是化劫 而當然這個應劫 是開心應劫 OK 要澄清一下開心應劫 和化劫